为什么今天穿得这么正式 为什么 因为今天要为大家做一个留学生指南 留学生这个买车指南 所以是吧 我其实做这个视频一个也要感觉就是 因为想找工作 虽然开了时间但还是要找工作 想找一个关于卖车的 因为对车挺有兴趣的 真的想去卖车 我是真真实实的想去卖车 梦想看能不能最后进到 进购卖可能什么卖卖车之类的 所以是做一个视频一方面有一个怎么说呢 practice 就是为自己以后将来什么口才 做一些practice 是吧 以后这个经理也看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就给我点bonus 但是是吧 但是现在在多多卖车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会 港一些粤语 港一些mandering 闺门之类的 就是我每次去奔驰买车 这个粤语大哥 都是就是 怎么说呢 mandering 就是不是mandering 讲一下cantonese 就是这个中文不是特别好 就是他们讲的话 我真的是 听得听不懂 怎么说呢 为大家就是模仿一下 比如说 哎 什么人呢 哎 龟门就跟你讲 就是让香港人说话 就是那种 弹卡不出来 就这种断气 这种 就这种杀 杀呀这种感觉 哎 什么人呢 哈喽哈喽 这种感觉 讲一下 因为我不会讲业语嘛 哈喽哈喽之类的 然后中文 以及中文里面 中文里面夹业语 业语里面夹英文 这种感觉 哎 今天这个车 这个车 是相当的 很爽啊 是吧 所以我想说 是吧 如果以后卖车的话 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学一些 粤语的 我这个我没有对 呃 讲讲香港话的 不是讲 讲广东话的朋友 讲粤语的朋友 有有有 有offensive 就是说一下 我在多伦多车上 看到一些 那个低冷就是说 呃 这种感觉 哈哈哈哈 断气的一样 哇 这个视频我已经录了 第二遍了 但是第一次 他竟然没有收进去 因为我的 死板还满 所以我就录到一半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对一个空的相机说话 我想说 真的是 哎 真是操了 呃 所以说 今天这期视频 为大家带的就是这个 留学生买车指南 第二期 是吧 上期视频其实收到了一些回响 我觉得挺不错的 是因为 呃 大家少了非常多的一些喷子 然后呢 非常多理性的人 给我讨论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样来说 我觉得这些视频 能看到这些视频 对大家能带来一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呃 但是我现在 这个是吧 我要开始阅读一个 行吗 就是接下来我这个视频呢 我这个视频 每期一开始就会阅读 是吧 观众的评论 是吧 阅读一下 然后我也 无论是喷子还是不喷子的 是吧 我要阅读一下 OK 这是一个 这是个最新的评论 照好可以看它的 我是你第8000整个订阅 这位叫林继成的朋友 是吧 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是吧 终于摊凉了8000了 YouTube删了我多少个订阅 是吧 终于8000了 然后 非常是吧 非常motivated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 受激励吧 因为感觉自己离一万不远 去年这个时候感觉几百 今年是吧 一年一万 not bad not bad not bad bro 对是吧 好了 我们不多车了 开启这一期视频的主题 说到这个性能车系列 我想跟大家解释的就是 性能车我们代表什么 就是性能车其实就是 带着一些有动力的一些车 比如说AMG系列 宝马M系列 奥迪RS或者S系列 都是算性能车型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些东西 都是一些比较高级的性能车 高级的性能车怎么说呢 就是基本上价格定在 总车价定在10万加元以上 都算比较高级的性能车 都是比较luxury car luxury car 其实luxury car再往上一点 比较更加luxury那些car 所以我们打开奔驰官网 然后可以看我今天已经配好了一辆C C63s 我们第一辆为大家讲这个C63 当然我想说讲C63之前 我非常给大家想分享就是 这期视频怎么说呢 我的这些视频 只是为大家做一个参考 为想买这些车的朋友们 做一个等于说小小的意见 因为不想让大家吃太多的亏 尤其是刚刚来这儿的一些朋友 对于价格没有这么敏感的 怕你们碰到一些比较坑的一些低点 被你们坑去太多钱 所以如果你们有幸看我这些视频的话 能预防你们不被坑太多钱 好吧 这是我的视频主要的思想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看 我现在配的这辆AMG C63s 等于说四门的C63 然后基本上我该配的都配的 算是比较不错的配置 像这个娱乐系统啊 然后像这个 performance safety 然后内饰方面我都加了碳行为 然后外面的话 基本上该家都加了 然后这个车下来可以说是比较 算是比较 价格比较高的C63s 等于说是101339加元 税后可能要11万了 然后这样的车 基本上现在你要去奔驰官网 奔驰原厂例子的话 找到一个低的 它基本上给你一个价格 基本上就是当配4万左右 4万块钱呢 为什么突然间会拉的这么高 像之前我讲的C3s 可能是1万多块钱 但为什么C63s 贵了这么多 首先我们要看它车价 基本上贵了快百分之五 贵了快一倍的价格 然后呢 因为对于性能车系列 奔驰都会要求一个押金 押金的话 一般现在C63 我觉得贵起码 押1万2 1万3的样子 所以我说 是吧还是比较 奔驰其实很难受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它要有一个押金 要押你 在押你整个Least Turn 比如说Least 3点 就押你3点的押金 所以是吧 奔驰这方面 还是蛮狗的 然后 可以说这辆车的当配本 基本上就是3万左右 3万多 然后月供750 然后月供750 然后月供750的这个东西 就跟大家最后强调一下 奔驰在加拿大原厂 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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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供就是750 没有比这更高的 没有比个比较更高的基本 都不是奔驰原厂的 对 然后可以看这个C63 所以最后大家C63 总结一下就是 3 1万3 1万3 4年 然后1年能开1万8 1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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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8 1万8的选项下 一般都是4万2 4万3的当配 然后月供750 我看你能跟低的谈多少价格 如果这个C63 能到了5万块钱的话 那要跟你们大家讲 你一定是被坑起来的 你这个低的一定是非常非常黑心的一个低的 建议你去找其他低的做 因为现在的C63 不可能到4万5万到 5万到 5万到的话 树南厅里面 你再吃点这种提163 然后 讲了163 再给大家配下 这个163 163 163Stand 可以说是今年 这几年 比较奔驰主打 这个车 虽然大家奔驰主打 但是 其实卖点不怎么样 卖的其实挺不好的 是因为 有这个钱大家都不想去买 163这样的车 因为怎么说呢 外表没有特别张扬 然后呢 怎么说呢 就 说来点点小姑娘看着不上车啊 你懂啊 10 配完这辆车 我们先给大家随便配一下 配一下 奔驰现在 路上最多能看的163的配色 起码就是这个颜色的 我可以看就是这个 呃 这个是所谓的叫 太空灰啊 什么什么灰 然后AMG night package 然后 碳纤维的所有东西都要加上去 然后下一步 Performance的座椅 是吧 这个是等于说是非常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 Performance的座椅 然后再加上这个Curban Fiber 再加上枪环加热 Premium Package 然后 在奢侈间可以加个柏林支撑 我们就按照奢侈间配好吧 你看现在配已经14万了 我还没有 Intelligent Drive再加一下 15万 再加上三年的一个 保修 这辆车已经到了15万3 说来说15万3 你可以去买一辆 年份 怎么说呢 有点公里输入G63了 在AutoTrader上 所以我想说这辆车 其实在加拿大这卖的不是特别好 当然虽然它不会配我这么高 但是这辆车其实 哎呀价格有点 怎么说呢 价格有点 不高不低的 所以让人觉得很难接受 所以我想说这辆车 如果大家 这个 去买一辆的话 这辆车的这个 down payment 基本上都 623了 因为163的一个押金 基本上已经要到了 16000 17000 这样基本上就是 比较高的押金了 16000 17000 可能会少一点 体育率不重的低了 然后down payment 等于是43000 44000 这样子 然后属于说是比较 比较贵的一个deal 然后约红750 是吧 这是个163 当然不推荐啊 买163 是因为这个价格 真的挺贵的 然后虽然它尾款设的挺低 除非你真的最后 想把这个尾款付下来的话 付这个尾款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163 但是我想说 是吧 如果你到了三年之后 这163没有 市场的价格没有跌到它 就没有跌爆的话 你可以付那个尾款 但是我想说其实不肯 因为这辆车还是不保持 非常非常不保持 大家可以看上一代 就我那辆193 现在跌成什么样子 我都不想说了啊 OK所以我们看完这个 193系列的话 我们再可以看 接下来大家比较 关注一些豪车系列啊 可以看这个奔驰官网上 有什么系列 S63 S63就不得了了 S63可以看 大家看起价就是16 S63是什么 real gangster必备的一些东西 S63然后配一个 我个人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白色 磨砂白 珍珠白吧 不是磨砂白 然后配上这个 20寸的轮毂 AMG轮毂 然后配上Net Package 和AMG的 这个摊纤维 然后内饰的话 我非常喜欢这个 Napa Leather 然后这个内饰呢 我要选择 碳纤维 Performance 这些东西都没什么用 可以说 AMG就是 63的话 你说实际上 应该是要加伯林之声 因为伯林之声 我觉得是63 怎么说63 S63都不加伯林之声 买什么S63 然后我们可以看 那这辆车配起来 哇这个网运的慢 配起来之后是多少钱 19万 这基本上算是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配置 19万的一个S63 然后当配们 要跟大家讲 其实当配基本上 要付到快 小10万块钱了 9万多吧 然后 应该是要压你 2万块钱的押金 然后当配应该是 7万多 7万多 所以9万多 替这辆车 约共750 但是这辆车可以算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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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侈的刘绝生的 车了 因为开S63 基本上 基本上 家里非富极贵 是吧 我也是非常喜欢S63 这样的车 但是现在 还是没有决定买下来 因为觉得价格上 翻面还是挺贵的 然后S63 非常非常不保值 非常非常不保值 一开了几千公里 S63 这个价格低的也是 不要说什么 所以说这个 性能车奔驰 这些性能车怎么说呢 不保值 然后历史上来说 要看你怎么怎么 怎么定义你这个留学的 因为有些人怎么说呢 我们想跟大家说 有些人留学是为了 在这留下来 待很久很长的一个term 但有些人只是为了 出国度金四年 如果家里家里有钱 想出国度金四年的话 那为什么 家里有这个能力 然后你为什么 是吧 不去增长一下 你的这些生活品质 虽然是用8万2的钱 但是如果家里有这个能力的话 Why not 对吧 为什么不呢 所以我想说 如果你在国外四年 只是为了一个度金 像拿个毕业证 过来度度金 渐渐失眠 玩一玩之类的 真的 Lease非常适合 这边呢 Lease非常适合你们 是因为 你在国内不可能有这样的 这个价格 能开到这种价位的车 无论你是 国内怎么样怎么样 有关系的这些 都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是因为 加拿大这个车这个市场 相对来说 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非常适合 这个Lease 这些东西的 然后我想说的是 这期做了这个 性能车的视频 总共是做了三款 EU3 S63 和C63 这三个东西 三辆车基本上就是 奔驰比较主打的 这个 性能车 63系列 然后我想说的是 就是吧 美国家美国家不同的车价 美国有美国的 加拿大加拿大 当然我想说 加拿大 对Lease这个东西 并没有这么严 像美国我听 美国不给刘维生批 但加拿大是吧 只要你没有什么 非常非常差的 这个信用基础 是随便批的 然后我想说的是 是吧 美国家处于美国家 你有美国家不同的政策 加拿大这边这个 车的这个DEO 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花比较低的价格 开到一些 非常贵的车 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是吧 OK 差不多就这期视频了 然后 想说的是 这期视频基本上 有给大家一个 笼统的一个介绍 基本上就是 这三辆车在加拿大 Lease是一个 什么样的价格 没有什么特别 技术性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像一些配置方面来说 每个人 每个人不同的感觉 像有些人就觉得 S63你不要放博力智商 太贵了 或者说 你就不喜欢奔驰智能驾驶 那我能说什么呢 是吧 每个人不同 每个人不同的感觉 当然 我说这个价格 基本上属于这个 那些车的这个价格 基本上都属于这个range之内 像比如说C63 总结一下 C63 4万到4万5之内 163 6万到6万5之内 S63 85到9万5之内 这些都是一个range 要看你的车的配置 要看你这个DEO 赚多少钱是吧 当然不便的就是这个 Bounce D Payment 就是750 然后还要看你这个 是吧 你要加什么隆骨保险 还车保险 隆骨保险这种东西 当然在加拿大买车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这个还车保险 还有隆骨保险 还车保险 还车保险 他们说的是这个还车的时候 无论你对这一车 有一些什么这样的破坏 还车保险都会cover 但是是吧 我感觉还车保险 并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订车的话 轮骨保险是一定的 因为轮骨保险 轮胎轮骨保险 是太重要了 你当你暴胎 轮骨坏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轮胎 轮骨保险的话 这个价格是真的不得了的事情 当然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 还车保险 还车保险 这是大家慎重考虑的 因为你要真的仔细仔细阅 它那些term 那些条款 你才好去衡量 要不要买这个还车保险 因为还车保险也是挺贵的 所以是吧 这就是差不多这些视频了 如果大家觉得 我的这个留学生买车指南的话 对大家有所谓的帮助的话 在comment 在评论区 讲一讲可以讲 比如说你们想知道 另外一些车型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因为其实大到法拉利 南国基尼 小到奔驰 C系列 其实我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了解的 咱们不能说是价格百发百中嘛 但想说的是价格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也希望我这个是吧 我能为大家带来力所能及的帮助 因为毕竟我也换了这么多辆车了 还是会知道一些 什么一些东西了是吧 也希望这些东西对大家带来帮助 是吧 所以就这期视频了 大家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然后想说的是 我的鞋店马上开了是吧 为大家announce 一个在这期视频最后announce的一个活动 当然如果大家 如果你不是忠实的粉丝 没有看到最后的话 这个活动是吧 基本上就是等于作废的 这个活动呢 其实我在我的这个官方的Instagram里 post出来了 就是这个 stay tuned call me soon 就是在我的这个新的鞋店这里 有一第一波活动 就是凡是在3月7号到4月10号 来店外打卡拍照的朋友 都可以在Instagram 都可以在Instagram post打卡 然后add三位朋友 等于说是比如说你在 我就降低点要求吧 世界各地的朋友在 转发我的这个 这个page 是吧 这个savage cake 我的这个门口这个 大门的这个标志 你们转发到你 你们这个Instagram上面 add三个朋友 然后呢 即可 就即可 我们就会将你进入我们的抽奖系统 然后最后的开奖时间呢 会在我们开业的一周之内 然后为大家开一奖 奖品呢 就是价值350刀store credit 350刀store credit 等于说什么呢 等于说基本上都是1000 快2000人民币的一个 店store credit 就等于说 你可以花这个钱在店里随便拿 等于说 等于说白送你双鞋 或白送你一些supreme的 一件hoodie 还是比较不错的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之前我只在我这个savage cake Toronto 这个配置上发这个活动 并没有太多同学踊跃参加 所以我这次准备在YouTube上 为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有没有参加 因为 中奖其实挺高的 因为像次我记得 我不是给我一双ezy 中奖率基本上是 60分之一吧 大家算一下 60分之一真的相当高的一件事情了 是吧 所以是吧 今天这期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节目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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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